開始古典探金男子人像 先定比例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最好目測 耳結結 鼻子 嘴巴 頭髮面積可能不一定 有些瀏海像這張就有瀏海 有沒有 就有瀏海 這個人像是我在 台北 請一個外國模特兒給我拍的 先定概略型 那這個基本上畫人 實際上古典並不會畫得這麼樣的寫實 也就是說這個眼眶扎機跟顴骨 會讓它比較柔和一點 那你可以先把正確的比例畫出來之後 再來做修飾 盡量不要把線條畫得太實了 還有頭髮一般都不會是我們很喜歡的造型 所以我們可以自己幹 也就是說古典從來都不是可以用相機來取代 它很多地方都是 以實體的東西加上作者主觀的概念 這個是我一直都在強調的 接下來我就專心化不解說了 接下來我就專心化不解說了 有必要我再彈一下 有必要我再彈一下 然後我們先上右亮左按 左亮右按 我用這個紙叫有顏色的宣紙叫色宣 盡量以面為主 然後再輔助於線條 盡量以面為主 盡量以面為主 先修飾 頭髮它大概都太遠 所以我們把外圍稍微破壞一下 不要太對秤 啊 耳朵都是以眉弓起 这个叫眉毛 眉弓 像个弓箭一样 稍微刻画一下鼻子的地方